接著我們透過圖表 很快再為您掌握昨天九合一選舉 藍綠執政縣市版圖的大挪移 全部二十二個縣市 民進黨共贏得十三席 國民黨六席 五黨籍三席 而在六都方面 臺北市有五黨籍的柯文哲贏得勝選 國民黨只有朱立倫拿下新北市 其餘桃園是鄭文燦 臺中是林佳龍 臺南是賴清德 高雄是陳菊 都是民進黨籍 而這次的總投票率為百分之六十 政黨得票率 民進黨為百分之四十七點五五 國民黨只拿到百分之四十點七 而這次選舉 民進黨創下一九九七年 拿下十二縣市首長之後 有史以來的最佳記錄